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明镜头条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习近平面临的挑战 以及他是否需要一个B计划来修复中国经济的现状 最新的经济数据显示 中国的经济形势复杂 大型传统制造商疲于奔命 而小型出口企业却在增长 此外 习近平所推崇的高科技产业也开始显露出成效 但面临来自美国和其他经济体的强烈压力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 和地方政府财政的不稳定 中国能否实现预期的经济增长目标成疑 那么 习近平是否有足够的策略来应对这些挑战呢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文章来源于《悉尼晨风报》的《Sydney Morning Herald》 它分析了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 并探讨了习近平在面对国内外经济挑战时 可能需要采取的策略 文章通过一系列最新发布的中国经济数据 揭示了一个复杂而矛盾的经济图景 首先 文章指出 中国的经济数据显示出两个不同的面貌 大型传统制造商正面临困难 而较小的出口导向型企业却在扩大产量 此外 习近平最近强调的高科技和先进制造业 也开始显现出其影响 这种复杂的工业基础现状 通过周末发布的两组制造业数据浮现出来 官方的国家统计局采购经理人指数PMI 从7月的49.4降至8月的49.1 任何低于50的指数都表明经济在收缩 因此连续4个月低于50的数字 显示出经济增长的持续疲软 然而 私人财新标普全球 PMI却从7月的49.8上升至8月的50.4 表面上看 这讲述了一个有些矛盾的增长故事 财新指数主要关注较小的出口导向型企业 这可能解释了与官方数据之间的差异 因为官方数据通常反映中国较大公司的表现 这些公司更容易受到疲软的国内经济影响 今年中国的出口增长强劲 甚至在美国和欧洲引发了新的保护主义反应 然而 即使在财新数据中 也有一个令人不安的指标显示未来的弱点 新出口订单在8个月来首次下降 这不仅仅是关于中国庞大制造基地涌出的廉价出口潮 美国和欧洲经济也在减弱 外部需求正在减少 数据还显示制造商的投入成本和销售价格都在下降 这符合中国制造业基础过剩的叙述 导致折扣和工厂价格通缩 在国内需求疲软的背景下 生产转向出口市场 在整体数据中 有迹象表明 习近平努力重新定位中国制造业基础 正在产生早期效果 他在保持推动中国增长数十年的旧的高产量 相对低技术工业活动的同时 向他希望中国主导的高科技行业 如电动汽车 半导体 人工智能 航空和绿色能源 提供了补贴和廉价信贷 PMI数据中的子指数显示 高科技制造业指数 从7月的49.4上升至8月的51.7 然而 中国正面临来自美国 欧洲和其他经济体的反击 美国一直在切断 中国获取对大多数新技术 至关重要的先进半导体的途径 并敦促其盟友加入 美国 欧洲和加拿大 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关税 美国和加拿大提高了对中国钢铁和铝的关税 欧洲正在进行一系列 对其他中国出口产品的调查 包括对中国太阳能电池板 和锋利涡轮机出口的调查 唐纳德 特朗普的影子依然存在 他承诺如果重返白宫 将对所有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 征收60%的关税 以及对所有其他进口商品 征收10%的基本关税 如果中国被排除在主要全球市场之外 习近平的高科技 出口导向的中国经济未来计划将会失败 尽管有一些适度的 相当临时的措施来试图刺激国内经济 习近平似乎没有必计划 他抵制了外部经济学家 在后疫情时代呼吁的大规模刺激计划 显然是因为他认为任何大规模的政府支出 来刺激消费都是浪费的 现在进入第三年的财富效应 削弱了消费者信心和家庭支出 并继续拖累经济活动和增长 这也使依赖土地销售 和与房地产相关收入的过度杠杆化的 地方政府的财务状况不稳定 尽管北京筹集了中国大部分的政府收入 但正是那些地方政府进行大部分支出 并提供了社区服务 随着房地产业继续下沉 中国前100大房地产公司的新房销售价值 在8月同比下降了近27% 比7月的19.7%下降加速 地方政府需要他们的党领导人 在今年早些时候的第三次全会上承诺的帮助 在全会上 党官员承诺给他们更多的自主财权 允许他们自行筹集更多收入 他们还决定建立一个长期机制 来解决地方政府融资工具中的 不可持续债务水平 并允许地方当局通过发行特别债券 直接筹集更多资金 如果北京给他们更多的收入份额 这也会有所帮助 收入来自土地销售 下降超过20%的过度负债地方当局 迫使削减支出 是国内经济的瓶颈 北京当局已经尝试了一系列相对小规模的措施 来试图阻止房地产市场的下滑 据报道正在考虑另一项措施 即允许房主重新融资他们的抵押贷款 以降低借款成本 实际上 这将把价值和现金从银行转移到房主 考虑到家庭在看到他们的房地产财富被摧毁后 处于深度防御模式 这是否会对消费和增长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 是值得怀疑的 在缺乏大规模刺激计划 或房地产行业下滑的意外和显著逆转的情况下 西方经济学家认为 中国将难以实现今年 约5%的 经济增长目标 明年的增长将更加低迷 其放缓 显然对依赖中国增长的地区不是好消息 如果另一个主要经济强国 美国也在放缓 对全球经济也不是好消息 如果特朗普实施他的贸易政策 当然 全球贸易战的前景 将压倒任何关于中国今年 GDP增长率是5还是4的讨论 综上所述 尽管中国在高科技和先进制造业领域 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面临的国内外挑战非常严峻 习近平在没有明确 B计划的情况下 似乎需要在未来应对这些挑战时 找到新的解决方案 以确保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 和可持续发展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啊哈 习近平需要笔计划来拯救中国经济 这听起来像是说李小龙 需要一瓶红牛来打败坏蛋 中国经济的问题 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 但习近平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 已经显示了非常强的转型能力 尤其在高科技领域 你看电动汽车 半导体 人工智能 这些都是未来的方向 而且 这些行业的增长数据都很亮眼 这难道不是明显的进步吗 说的好像习近平的计划 是万能的灵丹妙药 但是现实是残酷的 电动汽车和半导体的增长确实不错 但别忘了美国和欧盟都在对中国的这些产业施压 美国甚至切断了中国获取先进半导体的途径 这不是给习近平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泼冷水吗 而且内需疲软 房地产市场下滑 这些问题才是当前需要立即解决的 光靠高科技可撑不起整个经济啊 老话说的好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转型也需要时间和毅力 美国和欧盟的压力反而使中国更加坚定自主创新的决心 想想太空竞赛 当年苏联和美国互相较劲 现在呢 中国也已经成了太空探索的大玩家 再说内需疲软 房地产下滑 这些都是短期的问题 国家已经在通过政策调整和金融支持来缓解 这就像是下棋 不能只看眼前一两步 得有全局观啊 哦 你这可是有点理想主义了 政策调整和金融支持 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措施 财政自主权更多分配到地方政府 这听起来不错 但问题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依然严重 光靠发行特别债券能解决吗 就像你下棋一样 如果棋盘本身有问题 怎么下都是输 大规模刺激计划和结构性改革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不是光靠高科技就能撑起整个中国经济的 齐齐 你这魔说就有点悲观了 地方债务问题确实存在 但这也意味着还有很大的改革空间 你看 当年德国的工业4.0计划也经历了不少困难 但现在呢 德国的制造业依然是全球翘楚 中国现在走的路也是这样 只不过是规模更大挑战更多 至于大规模刺激计划 习近平选择更稳健的方法 避免中倒日本经济泡沫的覆撤 这不是更负责任的选择吗 楚天书说得好像习近平是经济奇才 稳健的方法听起来不错 但这也意味着他可能失去解决短期问题的灵活性 你提到德国 德国可是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强大的内需支撑 而中国呢 内需疲软 房地产市场崩盘 地方债务高筑 这些问题能靠稳健来解决吗 有时候 稳健就是另一个词 一指无所作为 中国需要的是大胆的改革和创新 不是苟且偷安 思想先驱报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参与